佛教的宇宙观 从时间的角度去分析 有缘起论 例如 业感缘起 赖耶缘起 真如缘起 法界缘起 六大缘起 从空间的角度去分析 有实相论 例如 法有论 法空论 有空中论 无上皆空论 无上皆空论 诸法实相论 宇宙一切现象是如何生起的呢? 为什么万物有差别不同的形状呢? 要解释这些问题 就要懂得缘起论 缘起论 用几种不同的层面去分析宇宙 先讲业感缘起论 如果将万物生起的原因 追索于人的业力所感 叫做业感缘起 叫做业感缘起 众生的身心 和外在的境界 无一样 不是由自己 身 口意 三业所产生的 因业力所招感的果报 称为业果 其的恩称为或 因为或或业 招集果报 才有这个世界 人生 因为是短暂无常的 有生、老、病、死苦 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愿争回苦 五蕴次胜苦 所以对痛苦 是很敏感的 众生因劃而造业 因业而受苦 受苦果的同时 又继续造劃业 如是者因果輾转 生死无尽 就好像花开后结果 果中有种子 种子又开花 花有结果 循环轮转于六度之中 什么叫做业呢? 业是身口意的思想行为 业的性质 有善业、恶业、无忌业 无忌即是处于不善、不恶之间 善业概括有十种 即是不杀生、不偷渡、不邪淫、不妄语、 不耳语、不恶口、不两舌、不贪、不亲、不痴 十善业的相反就是十恶业 善恶业力招感果报 有迟早的分别 有些是现生报 有些是下一生报 有些甚至是几生后才报 什么叫做惑呢? 直接招引苦果的是业 而促使业去感受果报的称为惑 惑能够扰乱我们的身心 所以又叫做烦恼 根本烦恼 有贪、親、痴、慢、疑、惡劍 而惡劍又分为 身劍、鞭劍、邪劍、劍取劍、戒禁取劍五种 并称为十劃 佛法将众生的迷劃分析得很清楚、很仔细 有八十八事的劍劃和八十一品的修劃 这些是需要有恒心去学习才会了解的 从根本的迷劃 产生之末的迷劃 共有十九种 例如 放日、蟹苔、不信、昏沉 散乱、無惨、無愧 憤、福、慳、度、老、害、恨、喘、狂、嬌、睡眠、惡作等 各位 業敢緣起 是以劃業苦去解釋宇宙人生 眾生因各自業力牽前而造成一切現象 有善、有恶、有無機 如是者輪回六道之中受苦無窮 如果想脫離苦果 必須先斷滅劃業所生的恩 當劃業斷盡自然不受果報 超脫生死苦果 正悟不生不滅的裂盆境界了